3 2 1 呃 各位早上好 2022年10月18日 这里是河南南洋啊 我的老家 这会儿咱们呢 就在我们村里的生态养殖基地里面 昨天一场直播 卖了十几只的鸡 还有几框鸡蛋啊 今天咱们得安排给人家发货了 一大早起来啊 这雀山基就开始满山跑了 雀山基呢 最早啊 在我们桃花村 形成了第一个生产公社 很快啊 就声名大噪 因为它的味道鲜美 一样价值高 所以很快的呢 就形成了规模 最早呢 只是山上的几个鸡棚 但是现在啊 大家看一下 这已经形成了现代化的基设 这一排厂房啊 都是在我们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下建成的 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扩大生产规模 铸农帮农 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山间的建筑 便是西川县老军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一部分 最早成立于2017年的7月份 是集养殖 销售 加工 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所在的河南西川县桃花村 地处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保护区 生态环境记号 在这一千余亩的优质山林中建立的基厂 又连续三年从浙江湖南等地引进优质 雀山鸡品种 经过不断的努力 目前呢 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成为了我们当地著名的生态养殖产业 因为纯天然的养殖方式 和雀山鸡本身自带的高营养价值 雀山鸡产品渐渐声名大噪 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片现代化鸡舍的建立 便受益于国家和政府的政策扶持 废话不多说 一大早起来啊 先来把鸡给喂了 待会呢 要忙着给朋友们发货了 这个鸡我们昨天是喂的玉米 然后今天喂南瓜 这都是附近农户的家里收来的南瓜 准备放鸡了啊 来 神兽出笼 这两天的直播带货下来 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大力支持 也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在此要做一个郑重的说明 老君亚养殖合作社 严格来说是我们当地村民 合资承办的一个铸农企业 最早是一对北京的夫妇将技术带到这里 牵头成立的 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安排桃花村本地的贫困群众 到基地务工 并且与20多名贫困户签订了长期的务工合同 后又通过入股分红的方式 动员14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所以合作社一开始存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助农帮农 这也是我回村做直播带货最大的意义和动力 这下大家总算明白了吧 我可不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口中的富二代 这一片养殖基地也不是我们一家的 我父亲平时就负责这片养殖基地的日常的管理和养殖工作 所以我回村里做直播带货 第一肯定是为了赚点零花钱 第二也是为了把我们村子里好的农产品给带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好了天不早了 这会儿咱们就准备去给大家发快递 这里是我们雪山鸡在县城里面的一个仓库 所有的鸡呢都是从山里边运到县城里找专业的机构宰杀完之后呢 要先在这个仓库里面冷冻完 完了之后呢进行包装 真空包装 然后加上这个冰袋啊 就保证绝对的七天能够新鲜 里三层外三层冰袋泡沫箱 然后外面套一个纸箱 绝对的保证旅途的过程中不会有什么损坏 准备装鸡蛋了啊 这个鸡蛋呢也是昨天刚从山上捡回来的 然后呢经过这个泡沫 一箱呢是30个啊 这样的包装呢就能保证咱们快递的过程中不会有什么损坏的 最后一步啊 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国家的有机认证的啊 所以最后呢要贴上我们的有机标签 这个标签上面啊有一个涂层 涂层刮开呢就是国家认证的有机码 有机可循的啊 来所有的货品包装完毕啊 有机有鸡蛋 这会呢就直接拉到顺丰去发火了 包装完好没有破损 忙碌的一天匆匆而过 这会呢已经是夕阳夕下了 感谢所有在我直播间和小店下单的朋友 收到货品之后呢有任何问题及时的跟我联系处理 那么今天晚上咱们还是老规矩啊直播间见 拜拜各位 我是冬瓜 立足家乡分享各种优质农产品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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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